鍋爐裡頭放著一塊牛排 煎到都冒出煙了 鍋子的底部甚至已經變成焦黑一片 另外還有這個蒸鍋 放著一支支的新鮮蝦子 還以為這是餐廳嗎 但不對 這地方不太對勁 煎牛排蒸蝦子的地方 就是在連鎖超商的門市裡面 不過這不是什麼超商推出的活動 而是店員私人的行為 這樣子的舉動也讓非常多人覺得 實在是太誇張了 臉書超商討論社團 PO出這兩張照片 寫著做大夜做到一半 肚子餓了怎麼辦呢 就是要吃牛排 半夜肚子餓只好煮一下 不少民眾都留言批評說 自私無聊當有趣 設備弄壞在爆修嗎 要害到多少人 如果鍋子沒洗乾淨又倒湯下去 會害到不吃牛的人 如果是在超商裡面的東西 就是超商是否客人使用的 賣的商品為主 味道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不少民眾都認為如果沒清潔乾淨在煮滷味會混到不同味道 或者會滋生細菌害人身體不適 海鮮過敏發作 也有網友說當時分店或店員恐怕要付60萬違約金 不過超商總公司則回應 這是單一門市不符規範行為 已經完成清潔消毒 將針對違規行為查處 並加強內部 照避訓練 雖然超商店員工作辛苦 但是也不該亂用器具 破壞形象 更影響他人 TVBS新聞 周永倫黃凱晉 台北倉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